红法立身,度化众生,也可以说是出家人的使命 日月禅寺位于高雄市田辽区 开山住持园中长老于民国61年购置土地建设 面积约两甲鱼 日月禅寺开山以来到现在已经45年了 那我是这个地方的人 我从这个地方去出家了 在45年前 这个地方是很落伍的地方 乡下的环境没有这么好 那个时候我是这个地方的人 说回来到这个地方来建一个道场 给这些地方人来信仰 来参拜 是这样一年 所以我在这里已经开山已经45年了 45年我还是一样 当一个出家人 就是要红法立身 度化众生 就是我们出家人的根本 园中长老对社会福利 慈善 公益 文化事业 赈灾等活动 从不弱人后 行事秉持佛陀慈悲行舍 事无量心 即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宏愿 宏法立身 广度众生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导